这个使日本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么如果说安倍首相在几年前 他当首相的时候再谈到日本 是否要开发核武器这方面的话题的话 那我想一定会大逆不道 可能会马上被这个舆论批评 但是说虽然这个后来岸田首相否定了 这个开发核武器的问题 但是说安倍前首相的言论 在日本社会已经开始被接受了 就说明日本这一次 等于乌克兰战争是日本的社会觉醒了 那么日本今后可能向着正常国家发展 会越来越快 最后是关于你在脸书上所写的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陈以兴 写信到你的《产经新闻》去告你的状 然后你们的《产经新闻》当局 把那封信给了你 然后你在脸书上公布了 公布了之后陈以兴委员说 他只是表达态度 我们都是媒体工作人 对于言论自由 以及尊重一个人的发言 我当然是非常支持石板明夫先生 你的工作角色的 可是这种写信 私人写信到老板那里去 我以前没见过 究竟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产经新闻》当局 它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在脸书上的一些言论 有一些对国民党的批性的言论 这个是我自然的 我的脸书上标明的 我的脸书并不代表《产经新闻》的立场 所以说他把这个抗议信 寄到《产经新闻》去 《产经新闻》说 这跟我没关系 应该他本人来处理 所以转发给我了 因为《产经新闻》这是没关系 第二点 他如果是抗议 我在中国报道 是接过无数个抗议 陈以兴委员 它是上面白纸黑字的写 是请限制石板支局长的发言 是让我闭嘴 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吃惊的 就是我接过很多很多的抗议信 它有让我更正的 有让我道歉的 甚至有要求精神赔偿的 让我闭嘴的 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么我就是想 如果今天不是2022年 是50年前1972年 如果我不是工作在《产经新闻》 我工作在台湾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 陈委员的这封信 我第二天就没有工作了 所以他说不叫施压 这不叫施压叫什么呢 所以说他利用 他用自己立法委员的头衔写信 来要求我闭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反对 一个错 怎么说呢 实在也错了 对象也错的感觉 我觉得国民党当年 1955年的自由中国案 后来的江南案 以及美丽岛案 都是国民党 企图让批评者闭嘴而引发的 这么多年国民党还没有长进 我感觉非常遗憾 就是还好 你过去说过 你在中国 中国当局很多人抗议你 不会请教你 其实你在台湾因为你的发言让深蓝的人也很生气 他们也经常去检举你嘛 不是吗 检举你什么违法工作啊等等 最后才发现你是台湾女婿 检举是有的 但是说我觉得表面对着我来这是OK的 偷偷的我的脸书发言发到我的上司去让我上司给我施加压力 闭嘴 这种做法还是威权时代的做法了 这种做法我觉得和一般的如果对我来抗议 这是OK的嘛 我们可以自由讨论嘛 所以说我邀请这个陈委员 我觉得他认为不同意我的意见的话 比如说上节目我们可以公开辩论嘛 他还是没有回答我的这个邀请 好好 陈以兴委员他 我们经常邀请他 他也不来上我们节目就是了 非常谢谢石板 我们哪媒体工作者站在你的言论自由的立场 特别是脸书是自己的发言 结果还搞错对象 不跟人家本人沟通 这个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就是党国思维的态度 那其实我这个 我在小时候也碰过这样的 这个政治人物来自国民党的 谢谢 谢谢你石板 加油 谢谢 但是我跟你说 因为泽伦斯基后来 他第一时间说手在家园 后来他说要的是子弹 不是这个逃跑的这个这个便车 之后呢 在台湾呢 很多人就开始 连央视的节目都开始说 台湾呢 这个如果发生战争 第一个逃跑的就是蔡英文 第二个是苏贞昌 第三个反正都是绿营的这些人 那这个我看那些媒体里面 连这个美国的特使团要来 特别的媒体 比较这个亲中的媒体 那个他们的脸书下面呢 一堆留言还骂美国人 你去看 这个这个氛围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那些发言的都台湾人啊 总不至于是绿营测印 跑去那边 那我看中时新闻网的脸书下面就来干嘛 什么什么什么一堆 第一个淘宝的是蔡英文 而且呢 用的影片是蔡英文做云豹战车 那个是央视的照片 云豹战车在台湾可以淘宝到哪里去 云豹战车没有装翅膀 所以飞不走啦 雲豹战车在怎么跑 都是在台湾 那云豹战车也是要守护 我们这个元首的安全 让他再到一个安全的地点 去指挥战争 假使有发生战争的话 那我相信台湾的民心 也应该渐渐在转变 尤其在这一次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 这个战争之后 其实让台湾有一个觉醒跟感觉 我相信很多民众 都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过去 大家会觉得哇 俄罗斯比中国还强 他的军事力量比中国还强 乌克兰的军事量比台湾还弱 那如果俄罗斯打乌克兰 应该是几秒钟 两天三天解决 绝对不会拖过五天的 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之后 大家开始 台湾人开始也开始有自信 我们至少有隔一个黑水沟 有一个台湾海峡 七十年 他坦克要运过来 没那么容易吧 没办法像这个俄罗斯坦克 一台一台开进去 他对岸要开过来 其实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状况底下 乌克兰都能够抵挡 在美国没有参战 在欧洲只有送一点武器过去的状况 人家就可以抵挡 对一开始只送头盔 人家就可以抵挡这么久了 那台湾有什么道理守不住 那过去有些人对啦 就一些蓝银的在讲说 台湾 台湾那个能守几天 守战集中战 一下子就不行了 马英九说的 但是这场乌克兰的战争 让台湾的人民其实也开始会确信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国防武力 以台湾目前的重要性 如果中国真的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话 其实吃亏的有可能是中国 他不一定有办法马上拿下台湾 大家要知道 我刚刚有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今日的俄罗斯 会不会是明日的中国 我觉得习近平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普丁就是明天的 会不会是明天的习近平 他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因为俄罗斯的状况 现在遇到了全国的制裁 他也快受不了 那俄罗斯自己的粮食是足够的 能源是足够的 他的工业也是足够的 他被切断 没有中国这么痛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的 能源也是靠进口的 如果被国际切断的时候 尤其在金融方面的切断 中国受不受得了 这样子的制裁 我觉得中国可能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对 这个斯凯讲的很对 就是我们台湾当然 对面对俄罗斯被制裁 以及普丁的这个状况 哀惊勿习 但是乌克兰的启示就是 我们大家就团结在一起 我们的强龄就是中国共产党 那个国民党 什么时候可以真的站出来 我再也不跟你什么国共论坛 跟你叩叩叩叩 我就是你就是我的敌人 不能这样吗 国民党对于中国大陆态度很简单 就是我是中华民国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上我们要维持自己国家的 主权的独立尊严 我觉得这是不会去改变的 大家也不必去扣国民党帽子 说一定会跟这个这个北京叩叩 我觉得真的不要去 不要去这个 我觉得这种讲法冠廷 我觉得这种讲 你是个新一代政治工作者 我觉得像什么你国民党你假设 他就会跟北京叩头 我觉得这就是在内部找敌人啊 就是你说这几天很多的内部的一些发言等等 坦白说 你说像这些人难道真的跟北京有什么联系吗 他就说他们是什么在地协力者 那我就觉得真的大可不必啦 因为民主社会 我觉得每一种思维思考都很多 所以你这样的声音会变成中国国民党的主流吗 将来 我觉得这是主流 我觉得国民党内部百分之九十以上 今天开始总会觉醒了吧 真的就是个想法 所以我是觉得啦 就真的国民党一直是醒的 没有在昏的 一直是醒的 所以国民党第一天 注意的人就谴责这个侵略的行为啦 那今天又比较又更加的来做一些表达 明天常会还会有一些动作出来 希望习近平可以看到 但是呢 普丁的所有的借口包括什么种族灭绝啊 对方是纳粹啊 分裂啊 都是习近平可能要入侵台湾的一个理由耶 对不对 现在情况是相同的 我希望北京看到啦 就是说他会以为 他用同样的武力 可以这么快地解决台湾的问题 好 这个民进党政府站稳脚步 中国国民党如果能够幡然回物的话 那台湾才真的是有前途 我们也希望是如此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 向乌克兰致敬 乌克兰人加油 而且呢 民主是胜利的 那台湾呢 继续 是胜利的 还要 在胜利的 这一方面 北京的 汉坏 第一眼 我根本来 香港法国民党 那来 感谢观看